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官场公敌王岐山》,作者是莫一潭,该书由领袖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该书张杰,第十四章,《习王栋真格》,清算周永康。 的部分内容 四川矿产界的真正大佬 公开资料显示,刘汉是汉龙集团控制人,被美国福布斯,杂志称为隐藏在水面下的真正富豪。 刘汉在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手中拥有三家上市公司,金鹿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宏达股份第二大股东等。 由于形势不张扬,刘汉也被人称为资本市场的潜水艇。 被2009新财富,杂志评为全国十大慈善富豪,但真正让刘汉声明确起的是,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在这场灾难中,汉龙集团捐赠的无所希望小学,经受住了考验,毫发未损。 这无所希望小学,也被网友称为最牛的希望小学。 在谈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时,刘汉早前曾坦诚,1994年,中国的钢材现货市场很是低迷,出现了波及全球的熊市。 一方面,期货市场的钢材被爆炒,价格直升至3500元吨。 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钢材价格却只有2800元吨,并且销售不出去。 陈刚,仲刚的库存产品堆积如山。 熟悉钢材现货市场的刘汉,敏锐地做出了判断,他断然出手,集中自己所有资金,和陈刚,中钢厂,签下了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合同,一笔市场价高200元吨的价格,收购钢材厂库存产品,然后拿到期货市场沽空。 正愁销路的钢厂,欣然同意。 其中,陈刚厂约4万吨的钢材,被刘汉一网打尽。 一进一出,刘汉大获丰收,斩获进一元,从此机身一元富豪之列。 2009年10月19日,一则海外并购的消息,使得刘汉这位隐蔽富豪成为焦点,四川汉龙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2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木矿有限公司,已在澳洲和加拿大主板市场上市,55.3%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这是中国民企在澳投资最大项目。 当时四川矿产界一位资深人士这样评价说,刘是兄弟,只刘苍龙和刘汉,才是四川矿产界的真正大佬。 刘汉在给记者提供的资料上,透露了汉龙集团发展设想, 要成为金、千辛、稀土、大理石、煤、钾等矿产中的一种或几种的行业龙头,而稀土或木矿可能成为最先实现的方向。 此外,以太阳能位代表的新能源也成为刘汉瞄准的目标。 刘汉还有一个关于新能源帝国的构想,将太阳能发电大规模的商业化, 并在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昆明、潘之花等太阳能丰富的地区建设太阳能电站, 并将在三年内建成3000兆瓦的电站群。 2010年,汉龙集团又完成了对非洲纳米比亚境内Marenica公司油矿项目的收购, 成为中国首个进军油矿市场的民营企业。 2011年3月,汉龙集团又宣布收购非洲喀麦龙境内的Sundance Resources公司18.6%的股份, 从而成为后者的单一大股东。 半年后,双方又达成全资收购协议,最终的收购价也提升到每股0.57澳元, 收购总金额约17亿澳元,约合105亿元人民币。 Sundance Resources公司拥有估值140亿美元的穆巴拉铁矿权益, 已在澳大利亚上市,刘汉被控制,传闻传出后, 一度令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紧急停牌, 随后公告称,无法获知刘汉身在何处, 并寻求确认与汉龙交易的可执行性。 刘汉蒸发,李重喜提心吊胆 作为四川首富的刘汉,给外界的印象一直都非常神秘。 这位四川当地极富盛名的企业家,出其低调, 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偶尔出席旗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时, 也是全程墨镜,毫无表情。 不仅如此,即使汉龙集团中层以下员工, 亦先有机会接触刘汉。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新一轮反腐风暴的深入, 尤其是周永康腐败集团露出马脚, 四川帮率先遭到围剿之际, 与四川帮关系密切的数位国企高官和民企大佬相继被查。 随后这些明星企业家便集体上演了人间蒸发。 据媒体统计, 仅就上市公司方面就有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源, 金螳螂创始人朱新良, 国腾电子董事长何彦等高管不知去向。 而失踪时间最长, 影响最深远的是四川汉龙集团实际控制人刘汉。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 金鹿集团曾在八月中旬发布公告称, 因刘汉连续两次以上为出席公司董事局会议, 也为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局会议。 根据公司张诚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刘汉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董事长及董事局专业委员会职务。 刘汉失踪, 令外界猜疑纷纷。 有媒体透出, 刘汉事发澳门赌博已被警方控制。 其妻子, 前妻, 部分家庭成员皆被带走调查, 甚至连四川家中的保姆也在调查之列。 更有政府部门称, 矿业及基础设施巨头, 四川汉龙集团公司董事长局主席刘汉正在接受调查, 原因是涉嫌窝藏一名逃犯。 但汉龙集团则表示, 他们仍没有掌握其实际控制人刘汉失踪的实际情况。 那么, 刘汉究竟哪里去了呢? 十八大后, 中央政府就解除了四川省第二把手李春成的职务, 原因是其因腐败而受到查处。 资料显示, 在截至2011年的十年中, 李春成曾先后担任成都市长和市委书记。 正是由于李春成的倒台, 才使一些四川省的企业家也因涉嫌离案而相继失踪。 仅在上市公司也有好几个, 除了汉龙集团的刘汉外, 还有成都新荣集团董事长谭建明, 宜昌国腾电子董事长何燕都被刑拘。 拿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这些企业家们站错了队伍, 由此结果不足为奇。 而刘汉的失踪, 让其海外项目的前途变得扑朔迷离。 业界人士表示, 刘汉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或许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由于汉龙系大多实行职业化的经营管理团队, 刘汉东窗事发后, 公司依旧正常运转, 具体的影响取决于刘汉事件的严重程度。 不过, 当时有评论指出, 随着中央政府打击官员、 国企高管腐败的深入, 不仅是这些官员落马, 还会有更多涉事较深的民营企业高管也会落网。 所以, 刘汉等一批企业家被拘或被协查, 以不足为奇。 刘汉失踪后, 曾有报道暗示, 多年来刘汉跟李重席 有叫深利益输送关系, 刘氏兄弟是靠矿业起家的。 如果当年没有得到李重席的特殊关照, 刘氏兄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变成四川省首富。 据四川官场知情人士透露, 刘汉失踪后, 四川官场最担心受怕的人就是李重席。 虽然李重席已荡上四川省政协主席, 但他知道, 一旦被刘汉咬出来, 他就会不理春城的后尘。 据说, 在刘汉刚被抓起来时, 李重席整天都提心吊胆, 连绝都睡不好。 与三多书记徐梦佳案有关。 李重席第三个落马原因, 据四川官场知情人士称, 或与原亚安市委书记徐梦佳案有关。 2013年12月3日, 四川省纪委对外公布称, 近日, 经四川省委批准, 省纪委决定对亚安原市委书记徐梦佳 涉嫌严重危机问题立案检查。 多位当地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说, 徐梦佳此次被调查与明山的试剂名城项目有关。 据一位项目知情者介绍, 明山试剂名城的开发商名叫彭一新。 彭市福建人, 长期在海南发展, 靠作混凝土起家。 后期, 彭一新委托其地来管理该项目。 在知情者的印象中, 彭一新审默寡言, 平时很少来雅安, 但与徐梦佳关系非常好。 徐梦佳曾多次飞到海口市与其会面。 知情者从彭一新弟弟口中得知, 2008年左右, 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重席把彭一新介绍给徐梦佳, 希望在雅安寻找项目。 徐梦佳当即表示全力以赴帮忙。 据上述知情者介绍, 一开始, 徐梦佳看好了雅安市窑桥附近的一地块, 但在招拍挂中被乐山一家房地产企业获得, 当时彭一新朝徐梦佳发了火, 认为徐梦佳没有尽力帮忙。 徐当时就表示另外选择项目。 此后合作的项目便是位于明山县世纪明城项目。 后来借开发百丈湖项目, 彭一新已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获取了该地块。 公开报道显示, 在明山县百丈湖综合开发项目开工仪式上, 雅安市委书记徐梦佳, 香港金邦集团公司董事长彭一新, 明山县委书记徐骑斌分别发表致辞。 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途中主持开工仪式。 当地网友讽刺说, 开发商竟然敢向市委书记发火, 真是不想活了。 彭一新所以敢如此, 徐梦佳所以不敢深得罪彭一新, 自然是因彭一新背后有李重喜撑腰。 显然, 徐梦佳落马极有可能供出李重喜与彭一新不寻常关系。 1957年8月出生的徐梦佳, 在2013年11月17日被免职。 据媒体报道, 2013年初, 徐梦佳就曾遭到举报, 网上也流传其位徐三多, 钱多, 房多, 女人多, 但当时雅安市政府只传闻是个别人士无中生有。 外界对徐梦佳的印象, 多停留在庐山地震时。 徐因为在直播时, 套话连篇被央视主播直接打断而被人周知。 徐梦佳的去职, 也被媒体称为庐山地震后的官场余阵。 徐梦佳在雅安创造了两项记录, 自2000年雅安彻底建事以来, 他是第一个被危机调查的主政者, 同时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市委书记。 在许多雅安人眼里, 徐梦佳主政的这七年, 对雅安来说意味着发展的停滞, 民怨的积累和官场生态的恶化。 在雅安市民看来, 徐梦佳之所以这么年没有倒台, 是因他在省城里有一个很有背景的后台。 而这个后台, 李重席也在徐梦佳被双规一个多月后落下马来。 张俊被抓, 咬出李春成李重席。 李重席落马的第四个原因, 据媒体分析, 跟一年前被带走的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张俊有很大关系。 而张俊在2013年1月被纪检机关带走后, 一度传出他与2012年12月落马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案有关。 一个建筑集团的董事长跟两个四川高官落马都扯到了一起, 让网民经不住感叹, 搞房地产的老板的能量实在太大了, 轻而易举的就把政府的高官们都搞定了, 而且最后还把他们都搞下台了。 据媒体披露, 李重席与张俊私交甚好。 李重席曾住在成都城西幻花溪别墅, 该别墅是张俊出钱装修。 李重席在幻花溪别墅门前一棵树价值十多万元。 李重席别墅门前一棵树价值十多万元。 其别墅装修花费可想而知。 张俊作为企业家不会无回报投资, 其背后自然牵扯多少交易。 李重席因幻花溪别墅房屋装修曾被举报, 张俊被纪检机关调查。 据称,张俊进去后, 很快就供出李重席与其背后的权钱交易。 除了与李重席有权钱交易外, 张俊与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也有利益输送。 因此,当李春成被双规末几天, 张俊也跟着失去了自由。 据财新网报道,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于2012年12月落马后, 调查范围再不断扩大。 经多方核实确认, 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因牵涉李春成案, 已接受纪检监察机关调查。 张俊是成都本地人, 担任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之前, 曾任该公司总经理。 他曾荣获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 全国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四川省十家建筑企业经理, 成都市优秀企业家, 成都市劳动模范, 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汶川地震后, 张俊被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成都建工集团官方网站显示, 张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 2012年12月31日, 他前往成都市二环路改造工程项目工地, 现场慰问施工人员。 张俊接受调查的消息是2013年1月14日传出的, 多家银行立即着手调查核实对成都建工集团的信贷情况。 成都建工集团是成都市国资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齐官网介绍说, 公司始建于1954年8月, 2003年5月, 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 67家自有职工9900余人, 从业人员13万余人, 是中西部地区建筑业最具竞争实力的特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 成都建工集团在业绩方面更可谓成都国有企业的标杆。 成都日报。 2012年9月的报道说, 成都建工集团分别在2007年、 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100亿、 200亿和300亿的市属企业。 其他公开信息显示, 成都建工集团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 公司先后承建了国家、省、市重点工程1000多项, 全面完成了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项目的融资和建设, 东郊汇民工程, 人民南路改扩建工程等。 业界人士认为, 成都建工集团的成绩和官方大力扶持不无关系。 2009年5月, 经成都市政府和市国资委批准, 公司成为成都市第一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企业。 成都日报2009年6月的报道说, 当时签订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责任书明确, 成都建工集团将由企业内部董事会自主决策, 对主业及与主业相关产业进行自主经营, 一些重大投融资, 生产经营决策, 限额内的资产处置等, 建工集团自己说了就算数。 这一政策为成都建工集团解除了多种束缚。 据知情人士称, 张骏接受调查与李春成案有关。 李春成于2011年9月, 由成都市委书记, 调任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2012年12月13日,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向新华社证实, 李春成涉嫌严重违纪, 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在李春成落马一年后, 曾经在四川政坛耀武扬威的李重喜也倒台了。 讽刺的是, 这两名丢掉乌纱帽的川官, 都跟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 扯上了说不清道不白的特殊关系。 纪委书记把清官副市长打入监牢。 李重喜落马的最后一个原因, 据媒体猜测, 就是在他担任省四川纪委书记期间, 还曾利用职权和影响为私人企业研览工程, 并把不给他面子的官员打入监牢。 据媒体报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 发生在2005年前后。 其实, 李重喜为帮助某私营企业主, 延览潘芝花市的一个项目工程, 曾向当时潘芝花分管承建工作的副市长韩宗山打招呼, 希望韩关照一下这家企业。 然而, 韩宗山并未从命, 李重喜属一的企业最终落标。 为这事, 李重喜当时勃然大怒, 认为韩宗山不给他面子, 于是立促纪检部门调查韩宗山。 曾在李重喜身边工作的一位知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纪检部门先是调查了韩宗山的下属, 试图找出其涉嫌犯罪的证据, 无果后, 又涨时间审查韩宗山的妻子, 寻求突破。 此案在2006年进入司法程序。 检查机关指控韩宗山在担任潘芝花市副市长期间, 从2001年至2004年利用主管城市建设、 规划等职务之变, 为他人牟利并先后两次收受他人贿赂2万美元和人民币1万元。 关于韩宗山案, 早在2006年媒体就有过较详细的报道。 2006年2月16日, 潘芝花市原副市长韩宗山受贿一案, 在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由于韩宗山在潘芝花当地口碑极佳, 素有清官之说, 此案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出乎意料的是, 在当天的庭审中, 韩宗山十余次翻供, 坚决不承认受贿一说。 根据检方指控, 潘芝花市德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陈某, 通过韩宗山的帮助, 先后兼并了潘芝花市冷冻厂, 兴建了德明阳光商城, 又从银行得到了1500万元贷款。 2003年春节前一天, 韩宗山在家里收受了陈某送给的2万美金。 另外, 2002年, 四川省大家环境艺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侯某, 通过韩宗山帮助, 先后两次拿到了潘芝花园林设计工程并获利益。 2003年底, 韩宗山收受了侯某送给的1万元人民币。 韩宗山对自己向侦察机关所做供述设计的主要事实, 全部予以否认, 并在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及其最后陈述中, 先后多达十余次称, 自己此前向有官方面所做的供述, 是在非正常情况下的行为, 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实表述。 韩宗山便称, 他与陈某发生的2万美金的经济关系属实, 但这些钱并非陈某所送, 而是他向陈所借的钱。 韩宗山说, 他并没有为陈某提供任何谋取利益的帮助。 为何在此案的侦察阶段, 他向侦察人员承认这2万美金是陈某所送? 韩宗山反复辩称, 是因为当时情况特殊, 我不得不那样说。 凭上, 韩宗山还就他所指的特殊情况, 做了较为详尽的陈述。 最后, 韩宗山的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 韩本人一声称我是不是贪官, 历史自有公论。 该案经一审, 二审, 法院最终判决韩宗山受贿罪名成立,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半。 李重喜落马后, 有网友评论说, 当初李把不给面子的清官韩宗山送进了监狱, 现在作恶多端的李重喜也终于把自己送了监狱, 但等待他的绝对不只是十年刑期, 我们拭目以待。